2016赛季,有两名大牌败人,空降到中国顶级联赛,这一马加盟广州恒大,另一名大牌则是赛季转会标王特希拉,据鄂苏宁取代江苏顺天成为江苏足球的带头人。 借着这阵春风,乌克兰超级联赛的射手王特希拉降临中超联赛,特希拉牛斗牛,他几乎只踢了半程乌超联赛就拿到这个射手王的头衔,进球就跟玩似的。 回忆起几年前,他在中超的处子球,那个轻松过人在起脚破门的动作简直是一气呵成,球迷大呼过瘾,5000万欧元,直,2016赛季 江苏苏宁能获得三亚王的称号,这个跟特希拉和尚拉米雷斯的出色发挥分不开,那个赛季在韩国人崔龙珠的率领下,江苏苏宁差点先翻广州恒大完成逆袭。 2017赛季江苏苏宁虽然在亚冠上在小组赛上高歌猛进,但联赛中却尴尬地陷入宝吉,连时任主帅崔龙珠来猝不及防,最终韩国人没逃过下课的命运,之后江苏苏宁几经臣服,换了多次主帅但都没有让球队重振,2016年的辉煌,球队抬住特希拉的发挥好坏,决定了球队成绩的好与差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来到中国后,他也没能重现当年在吴超的辉煌,近日英美Ginness Bot突然撰文,追忆证明中超大牌外员,认为他去中国踢球后没能入选巴西国家队,他应该为此而感到后悔上图。 文章由资深记者格伦·杜兰特·GLANDERONT撰写,文章回忆了2016年1月,特希拉本差点加盟英超豪门利物浦,但由于顿涅斯克矿工队的反对,最终才加盟了中超球队,当年利物浦的报价在2400到3200万欧元之间。 很显然,这个跟江苏苏宁的5000万欧元报价相差甚远,当年特希拉表态想去英超,想加盟利物浦,在接受英媒的采访时他表示球队,收到利物浦的一份报价,但他不知道为何却被俱乐部拒绝。 我知道我的经纪人仍在尽一切努力去帮助我转会到利物浦,这是一个很棒的报价,结果令人沮丧,利物浦是一个伟大的俱乐部很多伟大的球员都在那里踢过球,能够穿上利物浦的球衣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。 然而,在2月份时特希拉却突然加盟了江苏苏宁,来到了中国踢球,这让利物浦乃至球队都失望透顶,巴西人给英国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 因此在文章的第一句,作者写道,明年1月份将是利物浦与特希拉那段声名狼藉转会故事的三周年。 文章关注了特希拉在中超的表现,第一个赛季他打进11球加8个助攻,作者认为表现不差,第二个赛季却直线下降,仅有8个进球加2助攻,江苏苏宁2017赛季排在积分榜第12名。 作者认为特希拉在中超的第三个赛季有所改善,江苏苏宁目前排在联赛第5,但28岁的他至今还没有出现在巴西国家队,作者有点遗憾地表示,文章继续写道,特希拉进巴西国家队的愿望彻底消失了。 自从2016年他拒绝英超,而加盟中超以来,他的状态一直没能帮上忙,作者最后下结论,他一定后悔没能加盟利物谱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